近來疫情已經大致受到控制 那麼我們也在二級警戒的原則下 逐步的放寬參經內用的規定 開放部分的場館設施 希望在防疫跟經濟生活之間取得新的平衡 那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國際的疫情又有新的一波的升溫 那我們防疫絕對不能鬆懈 守住疫情才能加速後續的振興 那麼去年我們推出三倍券得到不錯的振興成效 尤其是帶動了內需消費的委溫 那今年的疫情衝擊更大 那振興是我們未來幾個月工作的重點 那行政院會參考去年的經驗 提出振興方案 那我也特別拜託我們的行政院在定案前 一定要做好溝通的工作 也希望大家持續提供意見 我們一起來把振興的工作做好